黄晓铭看金钟月飞 辱迷忘时 黄晓铭 春风他闻上了我的脸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黄晓铭昨个儿春风满脸 在上海宣传金钟月飞 制作人唐经理也出席了 但就是少了花旦 林心如以及刘诗诗 好像刘诗诗一直没有参加 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演员他们都有 在在在生 就有消息 说是他跟那个林心如 抢女主角 所以就没有来参加 应该没有这回事 我们从一开始 谈的时候 就是最早我跟花晓铭 谈的时候 女主角是谁 就是林心如 你为什么一直笑 是因为抢你的关系吗 躺这个中枪 这个跟她是比较导演的 怎么有明星久文达的feel啊 下一题让小明更难招架啦 还想问一下小明 就是你之前买过那个 郭敬明的换成的版权 为什么没有拍 然后现在看到他这个小时代的商业的反应 还有他的品牌你是更想拍了呢 还是不敢拍了 那这样吧 今天说一斤冬月的feel好不好 好吧 可以回答一下 好吧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 因为时间很短 你怎么做 那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在上一阵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真的拍这个戏的时候 我就没有想说是不是一定要怎样 因为说实话 我一直都还记得说 就是不知道哪个非这种戏 会不会出现的以前有人喜欢 我昨天看了几集一成片 我觉得反正我就真的犯了一层 所以抓了一层就没办法了 然后比如我们工作人员 一层都知道化妆 真的很好